美国国务卿提勒森22号发表声明表示 缅甸军方对洛兴亚人施暴是种族清洗 缅甸政府军应当负起责任 常居缅甸西南部若开邦的洛兴亚人 因为信奉伊斯兰教与种族不同 不被缅甸政府承认为国民 今年8月缅甸军方与洛兴亚人冲突再起 数十万洛兴亚人出逃 数以万计洛兴亚人遭到屠杀 有许多妇女遭到性侵 为了解决洛兴亚人的问题 提勒森在月中利用陪同美国总统川普到亚洲行的机会 前往缅甸与缅甸师职领导人翁山苏基会晤 提勒森在23号发出声明 公开谴责缅甸政府军与安全部队对当地民众的虐待 迫使成千上万洛兴亚人逃离家园 若开邦北部发生的情势 对洛兴亚人已经构成了种族清洗 他指出 美国持续支持可信的独立调查 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有关若开邦危机的建设性行动 美国也会追究责任 包括可能的制裁行动